歡迎大家收看數學三分鐘 教下第八課 坐標,中二 其實這些,中三、中四、中五 都未必會做的,有些差的同學 不過不要緊,聽我這句 做這些,碰到X軸Y是0 碰到Y軸X是0 就像wrap那樣就可以了 碰到X軸Y是0,碰到Y軸X是0 碰到X軸Y是0,碰到Y軸X是0 剛剛相反的 A點,碰到什麼軸?Y軸 Y axis,X是0 B點,碰到X軸,所以Y是0 這些情況很簡單 雙條式 A的時候 碰到Y軸 X軸就是0 X軸 4Y加5超低等於14 0乘任何數都是0 於0,那UC軸遭iy2 更並沒有每個,而isi用 Sorry 4Y較為14 那兩邊除4,你就可以沒有了 14除4是3.5 人家問人家A的座標 所以A的座標就等於 X是0,Y是3.5 一定要寫一個座標出來 有個括弧,有個討號 這個叫座標 Ordered Pair 好,那B的座標是怎樣呢? 跟這個方法差不多 我寫在裡面 B點 碰到X軸,Y是0 碰到X軸,Y是0 所以4乘0 加5乘X 就等於14 沒有了 所以5X就等於14 5調過去,所以 兩邊除5,你可以說 你可以得到 14除5 2.8 所以X就2.8 因此B的座標 就是2.8 鬥好 0 對 行不行 原本書就只問A 我寫個B 所以 兩個 你也懂得找 考試就沒有難度了 記住這個金句 碰到X軸,Y是0 碰到Y軸,X是0 碰到Y軸,X是0 那你就一定會記得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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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